北京时间5月4日凌晨3点 英超第28轮迎来一场比赛 曼城在主场迎战西汉姆联 曼城现在是五大联赛最火的球队 原因在于其三条阵线的成绩都非常出色 有冲击三冠王的机会 曼城已经非常久没有输球了 在联赛更是一路狂飙 让阿森纳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对于曼城来说 已经成功了 掌控夺冠主动拳 此次曼城对阵的的是西汉姆联 双方首次交手曼城两球完胜 如今在此交锋 回到主场的曼城 毫无悬念地击败西汉姆联 继续狂飙 本场比赛瓜迪奥拉排出3-2-4-1阵型 哈兰德顶在最前面 马赫雷斯 阿尔瓦雷斯 伯纳多比席尔瓦 和格拉利时的进攻组合 连妹出击 福登 金多安和菲利普斯坐在替补席上 德布劳内因伤缺症 斯通斯和罗德里比埃尔南德斯 组成双后腰 凯尔比沃克 卢本比迪亚斯 和阿克的三后卫组合首发出战 阿坎吉和拉波尔特替补席待命 奥尔特加比莫雷诺担任首发门将 比赛开始后就进入了慢城的节奏 阿尔瓦雷斯先来一脚 远射试试水 力量不足 门将把球扑住 5分钟后 马赫雷斯在进去中路的一脚推射 被门将扑了出去 西汉姆连踢得很被动 零星的机会没有什么威胁 第23分钟 哈兰德的投球攻门顶高了 6分钟后 格拉利时低射踢偏了 紧接着 罗德里的铲射击中力助弹出 非常可惜 半场结束 占据优势的曼城没能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站 阿克站了出来 用投球攻破了西汉姆连的大门 这里进球让瓜迪奥拉松了一口气 之后曼城越踢越顺 格拉利时送出直塞球 哈兰德前插 单刀挑射打进 哈兰德不愧是顶级射手 处理得非常完美 这力进球也让哈兰德一战封神 他打破了英超赛季进球记录 创造了新的历史 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那么快就彻底征服英超 清靴之针彻底失去悬念 最后时刻 替补上场的福登凌空抽射破门 彻底杀死比赛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3比0 曼城横扫西汉姆连 曼城在英超取得一波非常疯狂的九连胜 在积分榜上 曼城再次超越阿森纳登上了榜首位置 目前曼城是79分 领先阿森纳一分 而且曼城还少赛一场 这样的优势对于曼城来说算是很大了 面对如此稳健的曼城 阿森纳也是无奈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